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非这个人非常的有趣 不然的话我就不想跟他玩地亚拔了 除非聊得来我才会跟他玩地亚拔 不然我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 比如说我要去接孩子了 我男朋友又要来了 我朋友又要来了 我要去给孩子做饭了 各种各样的借口 因为这种借口的话 你说了他们没有办法拒绝 你知道吗 你知道说出这种理由 他们绝对没有无条件的服从 就不会再纠缠你了 知道吧 所以说就是你们要学习我 各种男生也要学习我 女生也要学习我 当你遇到一些人就是想靠近你的时候 你就要果断的拒绝 给他一点 没有任何一点点能接近你的理由 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要跟大家传输一个概念 就是说你已经有男朋友了 或者你可能已经有孩子了 结婚了 这样人家就不会再想跟你玩游戏了 知道吧 可能这就是我单身的原因吧 但是我无所谓 因为我老公要生了 可能我要去医院看他 就这种理由的话就没有办法让人拒绝了 知道吧 所以像我这种姑娘 我跟你说 很好的 因为我一般的话会把那些 就是我不会跟人家搞暧昧 我就直接给人家果果断断的给他拒绝了 你知道吗 我不喜欢的人 我不会给他任何机会靠近我 就你们找女孩子 就应该找这种 像我这种果断一点的女孩子 就很吧 哪里子女了 不是子女好不好 现在就现在 现在这种拒绝男孩子 比较果断的还变成子女了 就天天 对吧 天天也不说个清白的 就是吊着人家的还反而是好女孩子呢 哪有 我这种才是正常的 只是我可能 因为没有交什么朋友 我说不定如果去交朋友的话 可能我也会有很多朋友 毕竟我 我这个人真的我跟你说 我感觉就是从古到今 从古到今 就是我没有什么认识的男性朋友 你知道吗 就从来没有 就感觉根本没有认识过 没有认识过几个吧 可能同事 同事认识 但是就是单纯的同事关系 就不可能去私底下去吃饭呢 或者去干嘛了 然后这种男生都比较 都离我比较远 然后如果能稍微离我近一点 就有可能会发展成为我的男朋友 因为我的魅力 个人魅力真的太大了 你知道吗 就跟我待在一起 如果你跟我待在一起很久的话 靠近我的话 哦天哪 那你可能就会爱上我 就是那种无法自拔的爱上我 然后我又是属于一个那种 不怎么需要人追的 就是我只要我喜欢他的话 我也会慢慢的去靠近他的那种 就不需要去老是让别人去追我 我又是两情相悦 你知道吗 两情相悦 然后我们就如果在一起很久了的话 那就会 他就会对我产生一种爱恋 然后这个时候 其实我心中已经也慢慢的产生了爱恋 然后我们就会 就会在一起 你知道吧 就是这种类型的 你知道吧 就反而那种平时就会追我的那些人 我可能就不喜欢 太棒了 我这种女孩子 你看都不用追 只要你喜欢我 只要我喜欢你 你就不用追 不用怎么追 不是吧 可惜啊 这样一个男生是很难遇到的 所以咱们也就别说了 好吗 好朋友 好朋友 好